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妹,我来啦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款附身符 一针是彼达,一针是龙普陀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针彼达先 龙普陀先拿,拿下来先 这一针彼达呢,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装的妙盒的 我们可以打开妙盒,可以看一下 很清楚的吗,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验证卡 验证卡,我们先看牌线咯 放近看,非常清楚的这一针牌 看一下它这一款的话,是用圣粉 圣粉制作的,然后呢 还有再加炒药一起制作的 那么这一针它也是一个 彼达的一个小金生来的 我们看一下底部,底部有那个 那个,底部有那个妙的那个印啊 那我们看一下侧边,还有正面啊 都非常清楚,然后还有摊了那个宝石 没有看到吗,在彼达的手臂 还有腿这边都有宝石的啊 那么彼达佛呢,它的功效非常的多 可以招人缘,保钱财不漏,避邪 避邪,然后呢,有贵人帮助 在避小人方面也非常的好 然后呢 什么人其实都可以 试着佩戴的 从事各种行业 不管你是当兵的啊 士兵,警察,保镖 还是做普通的工 比如收银员 呃,建筑工人 那么,技术人员 啊,这些保安人员 都可以佩戴 就相当于是一个,哦 不挑人吧 都可以佩戴的 巴比达佛呢 是佛陀的八十位罗汉中的 第十一位罗汉 又称遮面佛 巴比达 遮眼佛,遮面佛 嗯,在四十呢 他出生是一个富贵人家 名为亚斯蒂 马哈萨沃 出家后呢 身为他修成正果 拥有非凡的法力 守护天界的东方 披着阳光显身结 罗汉呢 是凡女 义音,也就是阿罗汉果的简称 是修行得道的高升 在佛教中的地位呢 仅次于佛与菩萨 属于第三党果位 在南传佛教中呢 罗汉是修行的最高位 就称其为无极果或者无许果 佛义就是尊者的意思 要受到世间的人的尊重的哈 所谓比达呢 所谓比达呢 就是闭 马上闭或者是遮住啊 达的意思呢 就语为眼睛 比达意思就是 闭上眼睛 或遮面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讲呢 就是因为呢 要把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东西挡上体外 然后呢 可以 可以 遮心 遮口 遮眼的意思哦 那接下来 可以给大家介绍第二款牌呢 那第二针牌呢 就是这一针呢 朗普拓的一针自身牌 所以佛友们点赞订阅加关注哦 到时候的话 我们会进行一个不定期的一个抽奖活动 到时候如果你们有关注的话 如果有活动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针牌先 嗯 这个呢也是有它的验证卡的 我刚刚已经给你们看过了 这一针呢 龙普拓的自身牌啊 啊 这针佛利斯2541年师傅呢 是阿湛龙 开光祈福加持的 妙名是瓦赛卡 跟那个 离那个瓦昌海非常的近啊 也是出龙普拓 非常出名的 你们不要一直就以为龙普拓的话 就是瓦昌海哈 其实呢这个瓦赛卡呢 出龙普拓也是非常出名的 嘛 除了啊 那个龙普拓有加持呢 还有大法费又再多加持了一次哈 那这一针龙普拓啊 你们有看到啊 有圣粉跟草药一起制作而成的 来可以看一下啊 背面还有师傅按压的那个痕迹啊 那么被戴龙普拓呢 挡灾避险 保命呢 是为龙普拓 自身牌最为重要的一个功效啦 能够保佑驾车的人平安 还能够帮助人长寿 那么防小人陷害呀 能够避灾 戴上龙普拓之后呢 一定要诚心诚意 每一尊佛牌都是一样的 龙普拓大师傅呢 是一位非常言语戒律的高僧 所以呢 才能够获得如此非凡的成功啊 成就 然后呢 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龙普拓的一些事迹啊 龙普拓呢 出生在宋卡福泰南的一个福啊 呃 宋南呢 别普遍呢 都比较穷 跟泰东北一样啊 所以呢 泰国 曼谷和巴提亚的酒店里面呢 就是比较凡法啦 其他地方就会比较穷 龙普拓呢 家里很穷 在龙普拓小的时候呢 有一天 他的父母带着他去农田干活 就把龙普拓放在呢 一桩那个吊床上 结果呢 父母回头一看 龙普拓身上缠着一条大蛇 父母呢 吓得根本不敢动 只能跪地祈求 那个蛇不要咬龙普拓 结果呢 那个蛇就好像真的是听懂了一样哦 他真的没有咬 只是呢 从腹中吐出了一个水晶球出来 然后他就爬走了 后来当地的一个地主 听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霸占了这个水晶球啊 结果呢 运势连连下滑 就指的把这个球呢 水晶球又还给了龙普拓一家 所以呢 因为不是他的 他去抢了 那个就变成了不好的运气来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 就只能还给他了 再一次啊 龙普拓呢 被送到寺庙学习知识 在那里学会了太语和古高名语 又过了八年 龙普拓呢 就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小沙民 学会了基础的佛法 之后呢 他去到洛昆府 进行了下一步的学习 年满二十岁的时候 就可以受戒成为一名真正的比库僧人 成为比库的龙普拓呢 想前往阿与塔亚深入的学习 当时呢 他是坐船去的 因为比较快 结果呢 海上风云突变 山船上的淡水呢 就损失殆尽了 船员们认为 这是因为龙普拓随行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困难的 船员们就扔下一条小船 就让他自己滑着去阿与塔亚 而他们则准备返航 没想到龙普拓一踏上船呢 他的左脚就踏入了海水中 就开始念经 之后神奇的事情来了 念经一结束 龙普拓说不用担心没淡水了 你们尝尝这个区域的水 结果呢 一位好奇的船员们 尝了龙普拓脚边的水 发现竟然是可以喝的淡水 这些船员们就纷纷的道歉了 就把龙普拓请回了上船之后呢 就继续的赶往阿与塔亚了 接下来